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来 开始继续拿计算机G 开始 刚刚是不是3.2不通了 那么再通 通了吗 3.2通了 那我们往前辨 直接拼最后一个解决 也就是10.2 10.2 可没 拼它了 可没 要通的话 肯定就通了 通了 看到了 那这样的话 我的整个进程度游戏才是可以的 好了 麻烦吗 你加入这个 去掉一个进程 是不是跟它只要相对人的所有的游戏上是全的 那我说 你这上面要是10个游戏不自关 你到最后肯定就用了 而且我说 我们用的这个模拟器有好处 好处是什么 它是不是相当于在TOP图的上面 直接来做训练 所以是不是很直观啊 我说在真正的服务器上 真正的这个游戏如果我放在这 这东西它四台游戏的时候在隔壁几方 下面是八台游戏的时候在楼下几方 然后呢 通过线上面都写的 线去 几号线 一号线 二号线 三号线 对吧 好了 用了 拿到TOP图是对的 赢了就对的 一出现就错误的可能性 是一场巨大 听懂吗 所以你们啊 各位 这就是我说 这个问题是有好处 好处是什么 是不是直观啊 我直接就能看到通过 点开是不是上来直接去看 但是实际的工作 是不是要比它复杂得多 这上面是不是要 都看起来是很郁文 所以 静台路由虽然说效率高 但是它绝不适合大宋户吧 对吧 我这三四个路由是不是有可能告约 别说要是出现四十个 那出现四百人怎么办 那是不是就死了 但是管理人是都活下去了 对吧 好了 但是 我们说啊 静台路由是我们 所有的路由的基础 那 这个东西是 我首先通过它 要搞明白 路由其实干嘛 看到了 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是 告诉它 我怎么办法下一段路 OK 其次 要注意末日路由 各位 末日路由是你们以后 天天都要用到的东西 就是这种东西 听懂了 那么 搞清楚哪一台电脑 或者说 哪一个路由器材 才需要配末日路由 OK 那么末日路由配饰 是不是才搞清楚 听懂了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各位 好 那 路由基本的这个 静台路由这一照 就是这些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下来这个实验是 我现在做的 好 你一开始就照了我的拓铺来做 你也别再 推全出现了 OK 刚好 我这上面是把这台路由器材 所有的配音 都写 包括配密码 包括配什么 超时时间 阻止空间气息 那你是不是就跟着它 从这到底练练 当把音乐是在熟一熟间 可以了吧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今天路由器 我们就到这了 可别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内容 还有一个小时 一节课 我们继续讲吗 下一个地方是 开始要诺盖的 讲吧 那好吧 我看你们接受不了 按照正常的规划来讲 像在这个地方 这是因为 我说了 这三个东西 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重点路由 如果再要扩大一点的话 就再加什么 不是 这四个 这四个 三个 正常路由器还是比较好理解 有没有问题 只是就身边内的时候 要背一下 好吧 各位 那我们继续 好 好 看一看 啊 路 路 好吧 你下回上课前先问 快下课了 有问有啥 有啥 那没路 是不是也就知道了 好吧 好 虽然路里品有杂益啊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是吧 那东西是不是还是一个重要资料 尤其在复兴的时候 对吧 好了 有没有问题 还有 好吧 我们上课的时候 学了近点就好 对吧 它的这个优点 我们说 好处是快 效率高 然后占有支援资源少 对吧 缺点吧 看到了吧 刚刚四个路由器的时候 有很高约 我说实话 我好久不配路由器了 我最少有六年还是七年不配路由器了 但没配过 因为啊 后来接触的都是服务器 然后呢 我也有情况 我第一次背这个课的时候 因为我说这个东西嘛 简单 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们吃钱费的东西要比他难得多 知道 哎呀我这东西还能搞得没乱 然后呢 到这儿以后 到这儿 来 墨人路由器了 哎 死也不够 这还就是不够 死也不够 哎呀这咋了 然后反复去查所有的错误 没有任何错误 然后查来查去 觉得都是没问题 然后卡了一天 我就买做 咋回事呢 为什么不懂 后来才想一想 哦 原来是 看我是不是先把它加到前面 为啥加这样的注释 因为我一开始忘了 然后后来就告诉你们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配 你知道吗 就忘了 因为什么 静态度又不方便 确实不方便 OK 而且我们说实话 这个东西现在对这个 怎么说就是 找工作来讲 根据这个方面的工作来说 现在逐渐开始变得越来越少 它不再像几年前 因为我工程师是非常适项 现在这个工作是越来越少 我们说 培训市场是对技术发展变化 最明显的地方 因为我 人的企业就不要 你回去完了学的时候 就不能追 对吧 所以我们就找方向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好多人都不讲 最起码有六七年会讲 但是我说 对我们来讲 我们虽然它不是重点课程 但是我说了 你看 底层这些东西 我们讲一件 实验做一件 你是不是马上对保官 都会有一个更深入的表现 对不对 它对你以后的工作 是有帮助的 OK 但是我说 命运这个东西 就是学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要你背 你背了 但是真正有个工作 翻个笔记东背出来 能把它做出来 就OK了 听懂吗 关键还是概念 听到了 有没有问题 没有 还是这句话 啥 念念我 不一定都能备得下来 但是 你们要得 听到了 听到了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 游川还记得 反正我是 我要不用门的 我基本上就忘忘了 嗯 那 我们来讲动态路由 好了 动态路由呢 我们还是说 这里重要的东西 还是概念 OK 那首先我们说 动态路由是什么 网络之间的路由 网络中的路由器之间 它们会自动的相互充信 然后传递信息 不需要人工干预 OK 它会把它收到的路由信息 定期更新 这个 这个路由表 然后呢 把这个路由表信息 再会广播给 或者告诉给 它知道了 其他的所有路由器 明白我说是吗 嗯 那各位 这块 为什么赵文业 我都说 这都是我自己手工写的 可能我就自己验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 还是能看过 OK 那么动态路由要干嘛 更加简单的 但是需要干嘛 消耗 消耗CPU资源 同时要干嘛 占领这块 因为 它们之间是要更新 互相之间是要更新 路由表 信息 对吧 但是整体上说 如果手工在真正的互联网当中 把整个网络配置尽才能用 那我就说 咱们的网络绝不可能这张方法 因为里面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个态度啊 啊 所以 虽然 它对路由器来讲 有明硬的性能消耗 但是 这些东西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明白 我们之所以要给路由器里面加入CPU 那是不是就是目的 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它干件事 能听吗 那 好了 注意啊 你的路由器呢 这个CPU的性能可不够强了 不要干嘛 用其他的一些非这种真正的工作要求 你听懂吗 这种事情要注意啊 好了 这里来说一下 什么 这里有三个路由 它分别是10 20 30 40 四个网络 OK 这个.1意思是说 这个接口是20.0.0.1 明白 这个接口是20.2.2.2. 看到了 看到了 那 如果是今天的路由 我是不是就需要在每台路由器上 把跟它不直连的网络 是不是都要加进来 对吧 但是 动态路由不需要 动态路由是这样的 它会干嘛 它是不是有它的直连网络 它的直连网络路由是谁 20和 30 它是不是也有它的直连网络 它那是谁 10和 20 它那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直连网络 然后呢 它就会干嘛 它 它们之间就会干嘛 互相通告 我说 我呢 我能知道怎么去到10和20 它说 我知道 怎么到达20和30 它知道怎么到达30和40 然后 三条路由器之间 定时的互相更新 要不 它是不是就会知道 我怎么到达40 能不能啊 然后数据包 只要 它其实不知道怎么到达40 但是它知道 把数据包只要交给它 啊 它是不是就能把数据包转到40 它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到达40 但是它只要知道什么 我和它是不是直连的 我是不是把数据包什么都交给它 只要交给它 它就能放的 然后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 我们整个维研络 那么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交给它 听懂了 嗯 那以后是说 首先 这台路由器 首先是不是会通过它的直连路由表 啊 然后是不是会通 通过其他的路由器 来学习 其他的路由表 怎么办 啊 那么 一旦我一个路由器 它会 在指定的时间 它不会随时的 它会间隔一会儿 但是它们之间是有一个共进的更新时间间隔 只要到哪个更新时间 它就会到哪儿 嗯 假设它变了 本来这个路由上 是不是只连三连和四连 现在干嘛 是不是连了个五连啊 然后呢 它是不是等待了一段时间 60秒 然后呢 或者180秒 它是不是就把它的路由 信息上其他功告 它是不是知道了五连的由来 然后呢 它的路由表变了 但它到一段时间 它又会上其他的两台路由器 是不是发通告 嗯 那这台路由器一看 没有什么变化 要是不是就不更新 它一看 变化了 多了一个五连 它是不是就更新它自己的路由表 对 能听懂 听懂了 这就是动态路由基本的机制 OK 它要远比静态路由是要先进 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互联网络环境 听懂了 有没有问题 好了 动态路由的特点 减少了管理动物 更加简单 然后呢 占用了 代判和资源 各位 这块有一个路由协计分别 各位 首先我们讲的是禁态路由 现在讲的是什么 动态路由 动态路由分内部网关协议和外部网关协议 什么叫内部网关和外部网关 我们说了 我刚刚画的这个图 我是不是说 网空之间的路由 它们之间是不是都是动态路由 它可以知道对方路由器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说 它有一个前提相见 这些路由器 是不是要用相同的路由协议 对吧 但是我说 我们整个区域网 是一个无级很大的电影的东西 根据这个地球是什么样的 整个网络网 没错吗 那不可能 所有网络网当中 整个地球当中 所有的游戏 都用了相同的游戏 OK 而且我说 有一些游戏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游戏 它只适合在 叫小的网络网络网络 而有些路由协议呢 才适合在更大的网络网络网络 换句话说 有可能是 这一组路由协议 用的是一个路由协议 而另外一组路由协议 用的是另外一组路由协议 能知道吗 能知道吗 那也就是说 如果在相同的路由协议 这一个组当中 这个组它有一个专用文词 叫做AS 自制系统 我们后来回讲 先知道一下 那在同一个自制系统当中 它们是不是都是用了相同路由协议 我们是不是用 那个路由协议 它们之间是不是可以通现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路由协议 路由自制系统当中 它们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些协议 是不是就可以通现 但是我们说了 互联网是无比居大 有可能是不是会有多个自制系统存在 那它们之间需要通信吗 通信吗 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用到什么 外子往外通信 好 外子往外通信 但是我说 一旦涉及到外子往外通信 我们的难度 就会从CCNA 这是个最基本难度 甚至于NP都做不到 它就会上升到CCNA 甚至会打到它进行难度 那也就是说 不真正的互联网通信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路程 对于AE来讲 其实说 如果不是我们全球所有的网络 都已经大大了 我们现在全球国外的网络 都已经大大了 美国和中国的 每个大洲之间的网络 都已经大大了 否则的话 我们这些AE应该还是什么 非常值钱的 现在我们说 并不是说 AE的技术变得更紧张 或者AE的充滑 不是 而是 它弄不着吧 该大量的时候 东西怎么办好吧 我说 只有少量的几个人 是不是能没故事就行了 我说 不再需要大量的这种力量 知道吗 所以 现在AE应该比较惨了 当年 在03年04年的时候 我们的时候 其实就要选 可以选AE 也可以选明智方向 但是 Windows当时 其实都已经觉得陌落 共产领文用 在服务器呢 当时就说 选AE好 要个什么 你只要考了这个人证捕 然后呢 你这个月证捕两三万 别查理解 哦 算了 行 挺好 其实当时不知道 但是 我问 考卖你也不要钱 他说 连十个人费 再考试费再整合下来 将近十万块钱 啊 我说 不行 我没钱 算了 然后呢 我说 就开始学Lindus 其实当时都学了 然后 当时的Lindus 只有什么 RCE 中级预论 然后问 RCE考不到钱 大概三四千块钱 这个还差不多 算了 但是 但是现在 RCE也出现了高端认证 这个出现的时间不长 大概零六点零七点 零七点左右 才进入国内 OK 那这个认证 在零七点刚进入国内的时候 也是 考试费 加认证费 加什么实验费 下来 也是实了 后来说 这个考虑 我有这个钱 我还干那个 我买辆车子 不好 但是现在没问题 现在大概两万左右 两三吧 就能考 但是 其实说实话 当你刚入国的时候 你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 这个证书是能帮你起来 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说 我们这个方向看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是这个证书 而是今天 你工作一段时间 该建的东西的时候都健全了 你就值这个钱 有没有这个证书 其实区别不大 OK 关键是就是 你能干这个老婆就行 真的吗 所以 很多人咨询的时候都问 老师 你们考证书吗 我说 不考证书 但为什么不考 不考证书 我能找到什么 我说 考证书 它们现在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病气库 也就是说 不管是 像西车 HC和CCIA 也还好一点 它是在考试的时候 实际上做一些实验的 这个实验还是有能量多 但是像这样的证书 其实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 首先给你两千道具 只要你背下来 比试不能够 然后呢 实验体也是大概五套还是十套 十套 实验体 实验体库都已经全了 你只要照着它 把实验体座做一件 到处跳去 你只要脑子太大 能记下来 就更多 所以它的痕迹量 现在都很小 那反而导致什么 考完这个证书之后 它反而共有就业 因为它连实际工作要是差跌得远 因为它所有的这些 学习方向都是运势 用的教训 能知道 反而是什么 我们说 我们现在怎么就业 可能讲的业会更多 因为我们有考证书 这个家里 我们只有一个家里 是不是毕业找工作 所以说 所有讲的东西 都尽量切进我们以后的工作 不得是简单能办的 二有说 二有说 我们说一开始 第一个阶段 这些课的时候都很简单 这些东西都是基础课 对吧 甚至和我们以后学的 Linux的东西 关系都不太大 很多学校 像上乱 就把这个东西 完全给屏蔽了 不讲 但是我要说 这个东西完全不讲 是有问题的 我为啥这么说 我就是这种教育体系的说法 啥又草 我当年就公式的那种 什么都不会 交关系统企业 会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在工作当中 已经在爱情怎么化 啊 这还要化游戏 什么叫爱游戏 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后来我就说 我们的学员一定要学得 哪怕时间很多 也要把最基本的东西要讲 听懂吗 知识体系要完整 听明白了啊 各位 那我们说 内部网络这个协议 是不是主要用作小型网络 啊 外部网络什么用呢 大型网络 或者说 小型网络是直接同性的 明白 那我们不会讲到 这么复杂的协议 这个时候就要到 最少到MP级别了 啊 那我们讲的是谁 这个其实虽然也是 IS叫做内部网络系统 但是它也是用 用在两个 这个资质系统之间中心 OK 我们讲这四个动态系统 听懂吗 其实说四个 这个淘汰 这个斯科自己都把他淘汰 他自带入住的系统 现在全都不支持这个行为 那没有必要再选 我们学谁 三个 首先啊 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给我背起来 就说不是概念 而是什么 我一直是都在说 因为缩写 中文韩语 是要背下来 然后知道它是什么 这时候才是关键 背下来 就是我说的 为什么说计算机是角丝 学计算机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 说过吗 说过 我说过了 因为我们是专业性很强 我们之间互相聊天的时候 别人都听不懂 那原因是不就是因为 有这样大量的专业名词 如果你把这些专业名词 都背下来 你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面试是连面试官 问什么都听懂 或者说 你就根本没有融入这个圈子 明白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OK 好吧 所以我说啊 这种关键词背下 你们是什么 再说 你先把名字给我背下 听到吗 听到吗 我说实话 等你们真正以后工作 你们会发现 绝大多数的技术 你只要知道名字就贵 你们怎么用 不知道 因为你的公司 用不到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学 这么多的技术 因为每个人都用到 开玩笑 绝不可能 能不能 在这么多技术里面 用几个就有错 听到吗 所以关键还是啥 你是不是想知道这是啥 比如说 我也是骗过 你让人多给 你说啥呢 这就糟了 听到吗 嗯